在节目开始前 请到我们的Coffee 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事工需要你的帮忙 加入会员之后 就可以到我们会员专属的群組里面 现在就是我们建立社群的时候 现在就是我们必须找到 可以彼此信任的人的时候 现在就是找到 共同价值观的人跟家庭的时候 里面只有支持AI News的人 也就是说 他们全部都是支持我们价值观的盟友 不管你在乎的是家庭教育 后院农夫 还是你只想要在你的社区里面 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在混乱的时代里面 增加你跟你家庭的生存几率 都请你加入 好的 现在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 美国会烂成这样子 我们常常怪拜登 但是其实不是的 我个人认为我们美国是彻彻底底了 降了一几一整几 OK 不管是在政策 政府运作模式 还是智商全部都降级了 不只是总统这个位置 还包括总统还有他们整个行政团队 就连副总统 Mike Pence其实原本也不算是个什么明星的政治人物 感觉他原本上台就只是充速的 但是就连Mike Pence都比我们现在的贺锦丽 现在贺锦丽也是降了一整集的感觉 让我们来稍微回顾一下 我们来探讨一下时光经过的重要性 对不对 时光经过的重要性 所以就当你思考的时候 你就可以发现 经过的时光有多么重要了 刚刚那一段到底在讲什么 没有人知道 不过也没关系 副总统本来一直以来就是 除非总统死掉 不然就是个没什么重要性的职位 不对 是个象征性的职位 不过各位可以回想一下 过去这三年降级最多的职位 我个人认为降级最多的就是白宫发言人 原本川普的这个Kaley McKinney 他真的是一个头脑清晰 分析透彻讲话犀利 然后非常清楚的一个人 然后降到了这个Circleback Jen Psaki 然后又到了白宫史上 第一个女同志的黑人的 Kareem Jean-Pierre 就是大家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 白宫的智商变低了 从原本的Kaley McKinney 变成了Jen Psaki的时候 就已经觉得很痛苦了 就是为什么你都不回答 什么都Circleback 然后就不了了之了 到现在白宫发言人 这个记者发布会 根本没人看得下去 各位如果可以发现的话 我们很少去报白宫记者会发生的东西了 我了解民主党的白宫发言人的职责 就是帮Joe Biden换尿布跟擦屁股 但是他们就连屁股也擦不干净 这其实就是左派最厉害的地方 他们可以说出来一堆字 然后你完全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最新的片段 不知道最近各位有没有发现 民主党正在处心积虑的 想要推翻他们原本要完全开放边境的说法 他们现在的说法是 边境会变得这么糟糕 一直以来都是共和党的错 他们现在说的就是 他们党一直都是支持边境管理的 他们是拒绝非法移民的 然后他们这么努力的守护美国南方边境 都是右派的人为了自己的政治议程 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 才导致边境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Peter Ducey就问了这个问题 Thank you So you guys talk a lot including today about how where would it be such a big deal if Congress would have just passed your immigration bill on day one Who was in charge of Congress on day one? So it's been three years It's been three three whole years more than three years more than a thousand days and look this is a difficult issue obviously this is a difficult issue and what we have said is that Congress has to act right? Democrats Republicans have to act but in those three years it is true that Republicans have gotten in the way they just have Peter they have consistently used immigration the immigration system the broken system as a political stunt that's what they've done they've gotten in the way and trying to get more border patrol agents they've gotten in the way and actually trying to fix what's happening the challenges at the border they did so I mean they voted they've actually voted they've actually voted no responsibility it has I'm not saying that Democrats have not been in control the first two years that's not what I'm saying I'm saying House Republicans have gotten in the way they have they have purposefully gotten in the way in trying to fix what's happening 对 没错 2020年的时候 是哪个党 是全民最大党 OK 哪个党 掌握了 总统大位 众议院 参议院 Karen Sean Peart 在上面一直重复 就是已经过了三年了 过了三年了 过去这三年 不就是你们造成的 边境危机吗 OK 前两年 你们掌控了 整个美国的命脉 美国的经济 美国的边境 然后 你们破坏了 所有美国的中小企业 造成了史上最大的 这个强制疫苗 关闭教会 开除执法人员 跟军人 导致史上最高的 通货膨胀 还有失业率 然后 边境问题 每天都有超过 一万以上的人 非法的侵入到美国 边境管理局 还加入了 人口贩子 各位听的没有错 你在美墨边境 只要你在边境 被边境管理局 遇到了 他们的政策是 他们要把这些 非法移民 带到美国境内 然后放逐 搞了半天 超过了一千天以后 OK 一千天 根据Kareem Jean-Pierre 一千天以后 是共和党的错 是共和党的问题 我在这边不是说 他们没做什么 如果他们什么事都没有做 边境就摆在那个地方 跟川普当时一样 边境的墙 还是没有建好 还是会有漏洞 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问题就是 他们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导致我们现在的边境 我们现在的处境 现在其实 不管是不是一个阴谋论 然后背后有阴谋集团在控制 还是他们就是 无知无能又无耻 重要的事情就是 已经经过了一千天了 超过一千天了 根据民主党自己的说法 就是一千天的美墨边境危机 这全部都是 他们自己造成的 你们的政策 搞到民主党的 这个纽约州的市长 都受不了了 我真的不知道 之后会怎样 那些帮忙人口贩子 带着非法移民 进入到美国的边境警察 我希望他们被告 我希望他们全部都要在法庭上面 讲他们是怎么样违背宪法 伤害美国 在美国判国罪是死罪 这些人不是军人 他们没有理由说 这个是我的上司告诉我要这样做的话 如果说我不这样做的话 我就会没工作 这个不是理由 如果今天你的老板叫你去抢银行 不然就把你开除 你应该要主动辞职 而不是去抢银行之后 然后说 因为我老板说 如果我不抢银行的话 他就会开除我 军人跟警察发誓的对象是宪法 不是总统 他们是来守护宪法的 不是跟希特勒的SS 就是那个党卫军一样 领导叫我做什么 我就必须做什么 所以到时候 我真的希望 民主党的党内基金 全部拿出来付律师费 全部拿出来打这些官司 这些边境警察 政客全部抓起来 现在白宫发言人竟然说 这全部都是共和党的人的错 不只是这位 Karin Jean-Pierre的这个 一分多钟的回答 其实什么都没有说 他还指控其他的人 全部都是其他人的错 全部都是在骗人的 全部都是谎言 我不知道他讲这一串 到底会有谁相信 各位如果有认识 民主党的大左派的话 那种一直以来 都支持非法移民的人 你可以把这一段给他们看 然后问他说 原来你们一直以来 都是在攻击民主党 帮助共和党 破坏边境 引进非法移民的吗 你知道他们的反应会怎样吗 他们还真的会这个样子认为 他们真的认为 民主党左派一开始 就是想要守护边境的 一开始就是支持法治的 他们会说 他们不反对移民 而是希望每一个人的声音 都有机会被听见 这一切边境问题 全部都是你们的错 都是共和党的错 都是保守派的错 他们会这么的不要脸 这么的没有羞耻心 我们来看一下 Al Sharpton 过去七年 一直在骂川普 说川普是一个 反移民 种族歧视的暴君 一开始 完全支持非法移民 进入到美国的 现在突然改口了 说现在南方 有一个边境危机 会造成这个样子的原因 都是因为 共和党的国会的议员 允许的 What is being done to get the public to really rise up in various states to say to their senators that they want to see the borders the border issue resolved I mean you're getting migrants beating up policemen in the streets of New York you're seeing an influx of migrants all over the country that frankly have people outraged and couldn't there be some kind of public pressure put in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in some of these senator states saying why are you allowing this to continue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senators have to deal with their vot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bill you give money to Gaza to civilians in Gaza and Israel but the border I mean we're looking every day at the invasion of migrants and they're playing a time game with politics on this Yeah 这些人真的都是疯了 我可以举好多个例子 OK The Young Turk 的那个主持人 叫什么 Chen Yuger 还什么的 跟Ben Shapiro 辩论的时候 他是说 Just hear them out OK We just want to be more accepting More graceful 就连很多华人 都会在那边讲说 川普如果当选的话 会不会反移民啊 总之 他们说边境问题 都是共和党造成的 很明显就是 连他们自己都知道 是个假话 但是 他们就是可以这样 大言不惭的 在电视上说谎 一直以来 大家都知道 左派跟右派 对于边境问题的观点 左派希望开放边境 无限的非法移民 任何人只要跨过了美墨边境 马上就变成了一个 需要被帮助的人 美国人就应该花大把的钞票 来喂养难民 右派希望边境管理 川普还盖了一座墙 要来做这件事情 这个样子的观点 过去八年都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 民主党就好像电影里面 那个MIB一样 就是消除记忆的那个东西 在电视上这样子 红光一闪 所有左派之前说过的话 就全部忘光了 民主党的确曾经在乎过边境 就算他们在上面也是在这边说谎 在2012年的时候 希拉蕊 柯林顿 跟欧巴马的说法 是这个样子 Well look I voted numerous times when I was a senator to spend money to build a barrier to try to prevent illegal immigrants from coming in and I do think you have to control your borders The bill before us will certainly do some good It will authorize some badly needed funding for better fences and better security along our borders And that should help stem some of the tide of illegal immigration in this country There isn't any sensible approach except to do what we need to do simultaneously You know secure our borders with technology, personnel, physical barriers if necessary in some places It makes sense that no great nation can be in a position where they can't control their borders It matters how you control your borders And what you do when you have limited places where fences are in populated areas You force these drug dealers and others around making it easier to apprehend Because there's fewer places to come through So I think the combination of virtual fencing, some fencing, additional border patrol is important 當然他們是在說謊 他們真的不在胡邊境 然後他們的政策其實就是anyway 然後呢 只有川普真的做到了 他們沒做到的事情 然後他們突然就變成要開放邊境了 只因為川普支持要把邊境蓋座牆 他們就變成開放邊境了 支持了開放邊境八年之後 現在你們既然有臉說你們其實最在乎邊境的安全 你們當初不是在說川普把無造移民 OK? Undocumented immigrant 關到集中營嗎? 民主黨不在乎美國的邊境 民主黨不希望邊境安全 他們希望拿走我們的槍 讓我們沒有辦法保護自己 然後放一堆非法移民的罪犯進來 讓他們造成我們的社區不安全 還有零射彼此不信任之後 我們就會投票把我們的權力交給他們民主黨 讓他們創造一個警察社會 徹底的抹殺我們的憲法保護的天賦人權 讓美國人變得軟弱 讓美國變得跟世界上所有的極權國家一樣 沒有政府 人民就什麼都做不了 外加上人民不管做什麼都是屬於政府的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會支持非法移民 支持全面開放邊境 支持開放政治庇護 支持全面開放非法移民收容所 他們就可以用這個樣子的方式 來吸取更多你繳的稅 來壓迫你的人生 左派在參議院寫出來這個守護美墨邊境的法案是假的 他們是要逼著你認同的 逼著你相信 你如果不相信的話 你如果不簽字的話 他們就威脅你 怎麼威脅呢 就是說如果你不簽署的話 如果你不認同我們的看法的話 如果你不覺得我們在保護邊境的話 如果不把更多的錢給我們亂花的話 如果你不讓我們隨便資助國外的戰爭的話 美軍就會去烏克蘭打仗 我們冒冷 Π 我們做什麼思考的 and say, did we rise to the occasion? 就是真正刚刚那一段的意思 刚刚那一段不是一个 未来世界走向的预计评估 而是一个威胁 他们试图要对我们撒谎 跟我们说这个边境法案 是保护美国南方边境的一个方针 然后我们发现了 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绝大多数的经费 跟美国的边境一点关系都没有 然后那些跟边境有关系的经费 反而是让边境更开放 而不是限制非法移民入侵美国 我来告诉大家 这个法案对于美国的边境 是有什么样的管理 就是美墨边境那边 每天可以容纳5000个非法移民 透过非合法的港口 以及边境管理局的地方进入 意思就是每天有5000个人 可以跨墙翻墙进入到美国 这就是这些经费要做的事情了 这个经费会把多出来的人 那些没有超过5000多个人 这些人用美国人的纳税金 接送到合法的港口 以及出入境管理局的地方 在那边会用美国人的纳税金 在美国境内 搭造一个临时居住所 用美国人的纳税金 提供吃住 医疗以及教育 然后让他们可以透过 合法的Port of Entry 进入美国 简单说就是 这个法案会允许所有非法移民 入侵美国 5000个可以非法的入侵 剩下所有的都可以 合法的非法入侵 这个法案是个骗局 是胡扯 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法律 来守护边境 我们只需要执法人员 执行法律而已 但是拜登政府不要这样 所以他们写了一个法案 要把美国的边境彻底敞开 也就是说他们一开始用苦肉计 说自己多可怜 多想保护美国的边境 我们试破了 没有人相信他们 现在他们就用威胁的方式 打开边境 不然我们就把你的儿女 送去国外送死 民主党不在乎美国 不在乎道德 不在乎正义 他们只想要权力跟金钱 开放边境 对他们说就是永远掌权 软化美国人 摧毁美国文化 建造共产主义 乌托邦的必要条件 然后他们不会允许 美国人用民主的力量 来阻止他们的计划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要不断的摧毁川普 阻止川普竞选 起诉川普 因为美国人会投票保护自己 选择川普 拜登经济 拜登政策 其实做得非常棒 在拜登的带领下 创造出来好多 史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史上最多的千万富翁 亿万富豪 只是刚好这些人 全部都在乌克兰而已 这个保护美墨边境的法案 跟民主党现在一堆人 提倡这些东西 也只是为了要创造 更多的乌克兰的亿万富翁而已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ato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